大家好讲哥 今天我们来聊珠峰第一人 我们知道 第一个有官方记录登上珠峰顶的人 是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 他在1953年的时候 和一名夏尔巴人一起登上过珠峰顶部 成为了可证明记录中最早登顶珠峰的人 但是早在他之前的30年 就可能有人已经成功登顶过珠峰了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传奇的故事 世界第一高峰珠峰朗玛峰 喜马拉雅山脉上的旷世明珠 威严险峻环境异常极端 藏语中珠峰是女神的意思 朗玛是母像的意思 合在一起就是大地之母 珠峰也被称为蓝籍和北籍之后的 世界第三级 珠峰朗玛峰以其地球之巅的美誉 是世界各国登山家心中的圣地 登顶珠峰是每个登山家的终极梦想 自从珠峰1853年被勘测为世界最高峰后 就已经有人想要攀登这座世界第一高峰了 但由于难度极大 直到1921年英国登山队才开始第一次攀登珠峰 这次是侦测攀登 他们有两个目的 一是对珠峰进行侦查并寻找登山路线 二是对珠峰附近的地区进行测量并绘制地图 珠峰的位置很特殊 一半在尼泊尔境内 一半在中国西藏境内 从尼泊尔境内看到的叫南峰 从中国境内看到的叫北峰 虽然这个划分是在1961年才实现的 而珠峰的制高点恰好在中国境内 所以从西藏境内攀爬也叫北坡 北坡的攀岩难度要比尼泊尔的南坡大得多 到处都是危险的冰陡坡 特别是对于第一次攀登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地狱级的难度 英国登山队就是从难度更高的北坡攀爬 他们宣称到达了珠峰6985米的高度 这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接近峰顶 虽然他们这次并没有登顶 但是这次的远征活动 为后续的攀登珠峰提供了很多资料和经验 并且他们带来了一个最狂野的梦想 登顶珠峰是有可能的 远征队一共9名队员 由登山家和测绘专家组成 平均年龄41岁 最小的31岁 最大的56岁 这张照片后排最右边有一个人叫做乔治·马洛里 是这次英国珠峰远征队中攀爬能力最强的队员 而他有可能才是世界上第一个登顶珠峰的人 并且比官方的记录早了30年之久 马洛里出生在一个英国牧师家里 在他13岁的时候 考上了英国著名的私立学校温切斯特工学 该校只招收男生并推行精英教育 他在学校里参加了一个攀岩俱乐部 在当时的登山大师艾文的带领下开始学习攀登 艾文每年都会组织俱乐部的学员在阿尔卑斯山进行攀登 马洛里由此成为了一名攀岩的狂热爱好者 随后他考入剑桥大学 毕业以后马洛里成为了一名老师 但是他仍然使用了大量的时间去攀登 1911年他又在启蒙老师艾文的组织下 攀登了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博朗峰 并三次登顶 也就是这段时间他遇到了自己的妻子 路斯特纳 他们刚结婚一年就爆发了一战 马洛里入伍成为了少尉 并参加了一战中最血腥的索姆河战役 战争结束后马洛里退役 在战争中马洛里看到身边的战友 一个一个倒在德国重机枪下 所以他对生命有了自己的定义 就萌生了攀登珠峰的想法 1921年马洛里参加了 英国登山队的第一次珠峰远征 也就是类似征测攀登 而在当时人类已经征服了北极点和南极点 唯独没人征服珠峰 所以这个时候马洛里想要成为 第一个登顶珠峰的人 但在那个时候这也许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挑战 1922年马洛里开始第二次攀登珠峰 也是从中国境内的北坡攀爬 和第一次的侦测攀登不同 这一次马洛里是要冲击峰底 他有着丰富的攀登经验和超乎寻常的自信 所以他放弃了使用当时违背登山精神的氧气瓶 这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 他和两位登山伙伴到达了珠峰东北山级的顶峰 这里的海拔是8,225米 而马洛里的这次攀登是创纪录的 因为他不仅到达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新高度 还找到了第一次英国远征队没能找到的 通往珠峰东北山级的道路 那就是要翻过一道巨大的冰墙 然后沿着山级慢慢到达顶峰 但是当他们到达这里时已经是接近夜晚 极度的寒冷和缺乏氧气让他们不得不下山 而后来另一组使用氧气瓶的队员 也只到达了8,321米 只比他们高了不到100米 6个月后马洛里开始了第三次攀登珠峰 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季风季节 珠峰的天气非常不稳定 无处不在的切片风让攀登充满了危险 马洛里及其伙伴请了7名 专门负责搬运的西藏夏尔巴人 夏尔巴人又叫雪巴人 是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山地居民 熟悉当地的环境 专门给攀登珠峰的人充当挑夫 协助他们登顶 马洛里对这次登顶信心满满 想要世界见证他们的登顶 因此还携带了摄影机 记录了这次攀爬 但是当他们行进到一半的时候 下起了大雪 马洛里及其伙伴在其妖身的雪中前进 他们躲到了一个峭壁峡峰中 但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雪崩 躲在另一个峭壁里的7名夏尔巴人 被积雪覆盖而丧生 登顶活动立刻停止 这一次马洛里他们被指控判断不利 受到了媒体的压力 第三次冲击珠峰也失败了 这一次的失败让马洛里沉思了下来 也给了他短暂的休假 他开始尝试 以写作和演讲为生 讲述攀登的故事 马洛里不断被媒体采访 有一次他在美国演讲 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他 为什么要登顶珠峰 他回答道 因为他就在那儿 而这句经典的回答 Because it's there 成为了登山运动中 最著名的一句话 他也引领了无数攀登者 去冲击一座座山峰 突破自身的极限 这个时候的马洛里也许已经有了放弃的想法 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三个还很小的孩子 他的妻子深知攀登珠峰的危险 不愿意他再次冒险 而这时的马洛里已经38岁 而他已经在前几次的珠峰攀登中 找到了登顶的路线 是他第一个发现的经由熔布冰川 翻越巨大的雪墙 最后登上山极的道路 到目前为止 登顶珠峰一共有19条路线 马洛里开发的这条东北山极路线 也是目前珠峰的传统路线之一 可以说他知道自己是可以登上珠峰的 只是需要一个绝佳的时机 而当时已经有登山队在组织登顶了 而使用的就是他发现的这条路线 他知道如果他再不尝试 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于是在1924年 他决定最后一次登顶珠峰 而他的妻子虽然万般的不愿意 但是由于深爱着他也尊重他的梦想 于是就同意了 他带上了一张妻子的照片 对他说当他登顶成功 就把这张照片放到珠峰的最高点 他挑选了自己的同行队友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他并没有选择很有经验的登山队员 而是挑选了一名年仅21岁的登山新手 安德鲁欧文 欧文是当时剑桥大学 批花艇的划船手 马洛里深知一个划船手需要 有坚韧的意志力和惊人的体力 另一个原因是 欧文是登山队员中 对氧气瓶设备最在行的人 因为马洛里吸取了之前的经验 要携带氧气瓶冲击封顶 这一次全世界都注视着 他们先从英国到达印度 进行了攀登前几个月的准备 他们雇佣了70个夏尔巴人前往西藏 当他们经过一座叫做 荣布寺的寺庙的时候 寺庙的人接见了他们 其中一个人对他们说 不要去攀登珠峰 因为魔鬼会把登山者献给珠峰 虽然这句话并不吉利 但是也阻挡不了马洛里对梦想的追求 经过了前几次的攀爬 马洛里已经发现了登顶的路线 他把整个攀爬计划分为了好几个阶段 分别是大本营5280米 第一营地5290米 第二营地6400米 第三营地7160米 第四营地7906米 和最后的登顶8848米 每个阶段都要休息调整 而最最难的就是从第四营地开始 这个时候虽然是季风季之前 但当马洛里他们攀登第二营地的时候 遇到了恶劣天气 而当时虽然有登山服和氧气瓶 但现在看来这些装备实在是简陋的可怜 只能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保护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登上了第三营地 也就是超过了7000米 他们早上醒来所有的帐篷都被积雪覆盖了 欧文也有了高原反应 头疼的厉害 于是他们决定下山返回大本营 而在下山的过程中 两名夏尔巴人丧命了 又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马洛里开始担忧起来 他们埋葬了这两名夏尔巴人 休整了一段时间 重新开始攀爬 而这个时候到了6月 季风来的比往年更早了 他们又到达了第三营地 而剩下的路就要马洛里和欧文 还有一名摄影助手去完成了 其他的夏尔巴人在第三营地等他们下山 从第三营地通往第四营地的路线 就是要翻过一个巨大的冰墙 他们三人经过短暂调整 就翻越了冰墙 来到了第四营地 也就是东北山脊之上 这也是之前马洛里来过的地方 站在山脊上行走 风速极大 大到能把一个人吹走 越来越低的温度 让马洛里开始不停咳嗽 而欧文开始腐泻 他们休息了一下 摄影助手就要下山了 他拍下了马洛里和欧文的 最后一张照片 两人背上了氧气瓶 开始做最后的冲刺 因为当时的氧气瓶 只能提供8到10小时的氧气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才第一次开始使用氧气 登山都有一个死区 就是8000米的时候 人的身体会极度不适应这个高度 身体器官开始衰竭 必须要在短时间内登顶 然后下山 当天他们的摄影助手 在山下看到了马洛里和欧文 看到了云雾缭绕中 两个黑点在移动 再一点点靠近最后的顶峰 只剩下一小段距离 其中一个人爬得很快 好像在抢时间一样 这个人一定是马洛里 但是没过一会儿 大悟就阻挡了他的视线 他无法看到马洛里和欧文了 当大悟散去也到了马洛里和欧文 应该下山的时候 摄影助理没能等到成功返回了他们 最后经过确认 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了 这次登顶珠峰的活动 已悲剧结束了 世界媒体一片哗然 而马洛里的妻子露斯 好像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样 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在这之后的30年 新西兰人艾德蒙希拉里 从珠峰南面成功登顶 成为了第一个登上珠峰山顶的人 但是马洛里和欧文在1924年 是否成功登顶 没人知道 因为在这之后的75年 都没有人发现过它们 直到1999年 1999年 一个叫做马洛里及欧文的 美国搜寻探险队 决定在珠峰上寻找他们的遗体 而几次都没有找到 有一次 一名叫做康纳德·安克尔的队员 决定走另一条路线 他来到了一个陡峭的山坡 而当时的积雪已经消散 山坡上能见度很好 当他看到一小块白色的区域时 停了下来 最后他意识到 这是一个常年被冰雪和暴风清洗后 发白的人体背部 而且人体和衣物保存完好 他翻开了那个人的衣物内带 上面写着 George Manoray 这正是马洛里 时隔75年 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位传奇的登山者 而在衣服口袋 还留有马洛里写给妻子的信 但是他身上并没有发现 露丝的照片 这就给当时人们一个疑问 马洛里是否登上了珠峰顶部 是否已经将妻子的照片放到了封顶 因为封顶的风很大 连石头都能吹跑 所以照片找不到也很正常 而发现马洛里遗体的地方 是位于当时摄影助理看到他们的下方 这是否说明他们已经是在反乘途中 马洛里和欧文可能刚从山顶上下来 但是在下山的过程中身亡 马洛里的遗体左小腿有一个巨大的裂缝 这说明他当时在滑落的过程中撕裂了腿部 头上也有一个戈尔夫球一样大小的洞 这有可能是在滑落过程中的冰稿撞击所致 而这个伤口很可能是他没能登顶 或者没能活着下山的原因 欧文的遗体至今也没有找到 而欧文的遗体至今也没有找到 关于马洛里和欧文是否成功登顶 存在争议 认为没有的理由是 在登顶珠峰的最后一小段路线 是一个非常陡峭的几乎垂直的岩石山坡 高度在8680米到8700米之间 叫做第二台阶 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 也是一道鬼门关 在这里不依靠装备攀爬 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里是由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中国登山队 放置了一个铁制的梯子 耗费了三个小时才登上 这个梯子也是后来的登山者 必须使用的梯子 而在当时 马洛里和欧文在体力不支 天气恶劣 氧气不足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徒手爬上第二台阶的 但是美国有两名登山家 决定用另一种方式 来证明马洛里登上过珠峰峰底 2007年 两名叫做康纳德和李奥的登山家 他们决定使用 1924年马洛里和欧文使用过的相同的登山服装和氧气瓶 来尝试登顶珠峰 在最后的第二台阶不使用梯子 而是徒手爬上峰顶 看看是否能成功 尽管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 中间一段不得不换上现代的装备 但是在最后一阶段 他们没有使用梯子 仅靠和马洛里 欧文一样的两人节节徒手攀岩的方式 登上了第二台阶 从而证明了马洛里在技术上是完全有可能突破第二台阶 从而登顶的 而在这之前是没人相信有人可以徒手登上第二台阶的 包括很多珠峰登山家 但是康纳德他们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观念 马洛里在强大的意志力下穿越第二阶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在当时马洛里没有退路 他能做的只有前进 当时的摄影助理说 马洛里他们为了轻装上阵 每人只携带了一个氧气瓶 而一个氧气瓶是无法支持他们下山的 所以马洛里可能是在最后的冲刺阶段 就做好了不活着回来的准备 他的目的就是要尽一切可能登顶 哪怕死在封顶也值得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马洛里登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且当时同型的欧文身上携带了一个相机 是为了拍摄登顶使用的 那么只要找到欧文 就能解开这个世纪谜团 如果他们登顶成功 那么欧文就一定会拍下照片 而在近100年前 在只有简陋的装备下 在从来没有人从珠峰登顶的情况下 马洛里做到的只有燃烧自己的生命 杀出一条血路来 不管他是否登顶成功 他都超越了极限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珠峰第一人 也是第一个最接近太空的人类 Peace 这一条血路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